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焦点视频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又可以继续和Licol老师和大家聊聊天 大家好 老师 今集我们继续讲一些女强人 我和你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 香港也有很多女强人 是吧? 而是说女强人不是纯粹在家里 招大五个小朋友 不是这么简单 而是可能他们在商业上 他们的事业上是得到一个很强力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有这个发展的时候 原来的身家都相当丰厚的 是吧? 所以都很希望透过这些命款 给大家一些信息 从而大家可以学习到一些关于命理的知识 同时也可能有机会借镜到自己的命款的时候 也都可能知道自己发展的方向和时间性 是应该怎么去做 OK? 那今集我知道老师分享这个女性的命款 其实他可不可以这样说是被人逼出来的呢? 就是这个女强人的物质 逼出来的 这个其实本身 本身是一个挺恋爱佬 就是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恋爱佬的少女来的 曾经 所以有些东西就没办法了 就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那请你解说一下 继续欣赏影片之前 请留言支持 知识有价 支持我们营运 令更多人受益 好 那我自己去看一个盘呢 是有SOP的 即是有流程的 第一个流程 我带着观众一起走 就是第一件事 你要看明迁 观六才八 这个最简单 三方四正 人们写在后面 第一件事 天良助明 天机在迁移宫 自化六有权 那我先把天机天良综合来说 天机天良善谈兵 看书的朋友都知道 什么叫善谈兵呢 吹得 说话聰明 把口聰明 那把口聰明 通常想起来都聰明 那天机天良的人呢 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思维呢 比较细节的 他们是在 无论是工作方面 还是生活那方面呢 其实他们对一些细节的东西 他们的脑子是转得比较快 就是转数是比较高一点的 是不是叫聪明呢 都可以用聪明形容的 但是聪明就太笼统 他就比较是细节一点的 天机天良的 还有比较适宜是做一些幕后 军师类的工作 就是古代人说 天机天良善谈兵 就是说人家出兵打仗 那我就在后面 帮人布局那种 就是你什么时候去哪里 做些什么 在哪里布他 那么会容易一些打胜仗 就是那些叫天机天良善谈兵 就是只有一把口说的而已 但是自己不出手的 只是说的就是天机天良 那这个是第一样东西 我们先从格局进入了手 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你大概知道这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那再跟对方去对一对 那他究竟在从事着什么 做着什么 再去判断到 他有没有走对路 有没有做对事 这样去判断这个格的 我自己 那首先呢 这个人天良星 天良星就我们放大一点来说 因为命功的星是特别重要 天良星的女命呢 其实都是比较空悍的 就是比较恶小小的 就是我自己都是天良星 所以就就会比较 有时被人感觉是有点恶啊 或者被人感觉不易相处啊 比较强势 比较喜欢有我说就没你说 就是天良星是有这个缺点的 所以自己要注意 那天良星还有一个特点 凡天良星错命呢 夫妻宫一定是巨门 那巨门呢 正如 我有提到过 之前有些影片 不知道观众有没有follow up 那巨门就是代表骗 欺骗的骗 凡是巨门 正在陆亲公位呢 都要特别小心 那这个命局呢 其实它有两个拜筆的 第一个拜筆就是交友宫的破军 铅养灵星 因为太多杀星了 他交友宫很差 这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是夫妻宫的巨门 加上天灰 他老公应该是一个 他生得很高大的人来的 他样子不错的 还有红乱 另外一层呢 就是因为跟子女宫之间的 一些四化的关系 加上子女宫坐贪囊星 那这个人的另一半呢 在早年的时候 都不是早年的 都是生了小孩之后 大概是几年啦 有了其他的家庭 这样背叛了这位天良星的女士 那这两个是一个 他的痛点 就是这个命局里面 最摆筆的两个局呢 一个就是破军 一个就是巨门 这两个位置 他父母呢 也是比较强势的 那这个女孩子呢 其实初头 都不是女孩子的了 其实都在这个年纪范围的了 那我多次跟他看 我说如果你小时候呢 我说有没有学坏那些呀 有没有去被朋友 損友去带坏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交友宫这里呢 那他说他爸爸妈妈很小过呢 他出生几岁的时候呢 就拿了他的八字 给一些老师傅去算过 那就是说他这个命呢 就一定要出外 还有一定要带他去外地 因为他的权在迁移工 那我小时候就带了他去欧洲 欧美的一个国家 那他读书 就都 那个地方是那些比较朴素的地方来的 那就比较少一些复杂的环境 那他当时就听他爸爸妈妈话的 那就在当地就读了一个 专业的一个学位回来 那回到来香港呢 就是做投资银行的 那在投资银行里面工作 回流回来香港 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他的先生 也是在投资银行里面 认识到的一个同事来的 那他一路结了婚 结了婚 很久小朋友出生之后 就开始外面有其他人了 那但是都没有离婚的 就处于一个分居的状态 那他呢 就带着那些小朋友 回到他以前读书的国家生活 那就不在香港了 那他现在是从事什么呢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他现在是在做投资频道的 而他的投资是很聪明的 他真的不需要他老公给一毫子钱他 他可以自己靠投资 或者那些分析 他那些非常专业的分析 其实我都 我都不太聪明的 那他那些透过这样去赚了不少的钱 而且也是做频道 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加入了他 是一路是和他交流 去听他给的意见 都赚了是不少钱的 那都是一个真的非常聪明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用财富去判断的话 那么我觉得财富来说 他就还可 忠负 但是一个人可以在国外生活 养父母 又可以养几个小朋友 都不容易的 一个女人仔 又要陪爸爸妈妈看医生 又要带小朋友 顾他们上学那些东西 又要追踪他们的生活上的东西 又要养他们 又要自己去工作 那么的确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那么应了天良星那种强悍 另外有一点值得说一说 这个年精忌在兄弟公的时候 其实是代表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人 因为兄弟公 有些人会看钱责公 但是其实兄弟公是代表家人 那么变成这个人忌在兄弟公的时候 他很在乎家人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忌 就是一颗很不好的星 其实忌是代表自己的心 代表你的心都在这里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他很疼他妈妈的 就是妈妈有什么头昏生气 第一时间就带妈妈去看医生 就是在家人身上 花很多钱的一个人 就是这些钱 很捨得给家人花的 不会说黑暴家人是那种来的 但是当然你说和父母关系好不好 都是觉得他们烦的了 因为毕竟是忌的嘛 但是就都真心是很疼他们的 那么他爸爸妈妈当然也很疼他了 在他童年的时候帮了他很大一把 我也都跟这个命主说 我说你小时候如果不是你爸爸妈妈 拿你的命去算过呢 带你去那个国家 我说其实在香港 香港畢竟你有些地方环境是比较复杂的 那很容易就走偏了 这条命呢一定要很小心不能走偏 如果他走偏了或者他读不到书呢 他整个命格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他之后走的路就全部是歪了 就绝对不会可以达到现在这样 所以这个交友工一定要明白 怎样去化解怎样去远离这件事 或者家人怎样去帮他避开这件事 这样去看 那戀愛佬这个人 因为他新肝 命工 新巨 巨门化禄 命工化禄的夫妻工的人 早年的时候 我会强调是早年的时候 就是未经世故的时候 我刚刚出社会工作的时候 就很热衷于戀爱的 就是对戀爱是充满幻想 充满期待的 和另一半的外表的确是不差的 和正常的身高应该是破高的 这个局看下 但是大家参考好了 千万不要习惯性用声耀去断对方的相貌 这件事是不准的 但是有时可以参考一下 那比较戀爱佬 比较看外表 就是因为外表而爱戀对方 迷戀对方 这样 有这件事出现 那到年纪大了的时候 他就慢慢开始显现出 他化拳去观育工这个特性 就是他在工作上其实都颇强悍的 就是我要做这件事 我就一定要做到位置 我不会认输的 我不会复书的 这个就是命功化权去观育工的一个作用 但是说得难听些 这个人呢 工作上或者生活态度上 也都会有一些偏执 偏执就是说我不妥协 但是婚姻关系呢 就是当然也是一个讲情的地方 不是讲规矩或者讲条件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事情就相辅相成的 因为自己的硬朗 强悍不退让 就导致到那个关系慢慢慢慢 漸漸大家 漸走漸远这样 这件事就是 就是天良星的朋友 自己都要手手去注意这件事 好好去维系 就是不要给自己的强悍 不要给自己的不认输要面 喜欢在外人面前吹大自己 这些缺点 sorry 不是优点 是缺点 这些缺点呢 去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这样 还有这个人呢 有一个挺好的事情 就是他福德公 天同星化六 天同星是福德主来的 在福德公的时候是得地的 还有这个人呢 其实挺創意的 就是有很多新的想法 因为毕竟有地空星 还有天同六在福德公的时候 这个人的福乐呢 是必定是足够的 就是他一定不会饿得死 可以放心 就是财来有缘 财来有荒的 交上财八公有一个自化六 财来有荒 但是也都财来财去 要聚得多就比较困难些 那大致上个局就是这样 那压功我们都要望一望的 如果不加入四化的情况下 只望止微天赋 就代表这个人的脾胃比较差 脾是后天之本 腎是先天之本 脾是后天之本 脾胃差的人呢 一般就很难胖的 因为他就不吸收 那这个就和脾是有关系的 因为只微天赋 一个羊肚 一个阴肚 就是母肚和己肚 两个肚也是主腸胃 脾胃 特别是小肠 吸收那一部分 和脾胀 所以天良星的朋友呢 宅宅宅有天赋 的时候呢 要比较小心一点 自己的消化方面 会比较差 所以吃东西呢 就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盘 那这位女士 她现在正在经营自己的投资频道 那我做得都不错的 那又不少人都是跟着她一起去做一些投资 那她那些是很专业的了 我这里就不说 因为完全我都说不到 是的 是的 老师 我听坊间有一些的说法呢 就是呢 如果一个女士 特别是女士 她的名盘里面的官六宫呢 是有太阳这一颗星的话呢 换言之她的可能贵人呢 就多数是一些男性贵人 或者一些男性的上司老板 对她有利 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不可以 哦 因为贵人不是这样看的 官六宫 我们要分清楚官六宫是代表什么呢 官六宫是代表一个人的工作态度 有一些旧派的说法呢 官六宫是弃数位 或者应该说 官六宫是一个你做事 对人做事的态度 工作的一个态度 一个野心 一个梦想 所以你官六宫的星耀呢 因为太阳本身就是官六宫来的 官六宫呢 有时候我们对了一个小朋友 讀书好不好呢 我们会参考官六宫 和父母宫 但是我以官六宫佔七成 父母宫佔三成 那么官六宫佔七成来说呢 读书就是说有太阳 官六宫坐在官六宫 首先已经是得地 还有太阳在智宫呢 也算是一个比较旺的地方 但当然太阳的旺和弱 其实我是放得很厚才看的 就是看一个盘子的时候 是有层次的 有先后章的 那这个也要参考了 但是我也放在很后面 这个小朋友呢 如果很好培养他 他读书是会很棒的 因为太阳的人呢 在官六宫呢 他自尊心其实是强的 而且他也都说了嘛 天亮星喜欢在别人面前威胁的嘛 他不喜欢被人看死的嘛 那这些小朋友呢 可能你遇到一个老师 骂你 诋毁你 侮辱你 你不行的 那他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而发奋 也都是这种人来的 就是我不要输给你看 我不会因为你说我 我摆爛 我反而因为你说我呢 我要更加做得好给你看 这种是一个人 斗心和一个态度的问题 那我相信官六宫在太阳的朋友呢 就很容易有这个现象 加上他命功化拳去太阳 就是很多层因素加起来 不是单单是单一因素 这样去讲 而贵人这件事情呢 我们绝对不是和太阳有关的 如果你说太阳是贵人的话 那我们可以反馈一样东西 那当你走到太阳云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你贵人很多呢 这件事就可以问一问朋友 各位观众 或者你流年走到太阳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特别贵人很多呢 相信有一些都不是这样应徒的 哦 OK 最后有一条问题我想问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我听说这个紫微星 那就是一粒很好的星 很良的星 他很有趣 他摆了一阻压功 那是不是代表他没有病 还是还有其他原因 要再解压 是不是 那紫微星坐命功 就不会病 在香港 是吗 是啊 是不是可以这样推 我们去反推 是啊 就是代表他很好 很立的 是啊 如果反推不成立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学理 可能有点问题 嗯 嗯 嗯 就是紫微星是贵人星来的 太阳就未必是贵人星 但是走紫微的时候 往往比较容易得到长辈的帮助 都是有少少这样的现象 但是我自己比较矮重的是四化 四化会比较重要一点 那么 是啊 就是那个宫位是四化 看贵人 还有其实贵人星大家都知道的 天灰天月 左腹有白那些都很重要 还有化科这些都是贵人星来的 其实处处都有贵人的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流年的问题 大运的问题 那么紫微天虎是贵人工 是不是代表没有病 绝对不是 他认在 体质病是另一个看法 那个涉及到五行 所以他讨厌的时候 就是说他脾胃 比较容易出问题 哦 嗯 明白 明白 哦 那就是 都得意 认在 就是可以大概是知道 自己的身体会有些容易 有些什么毛病发生的 看了先天弱的部位 然后再在大运里面拆婴期 嗯 OK 例如这个人先天 就看到他先生很容易 就是会有外遇 那当然相互相情的 和他本身性格太硬碎 都有关系的 男人都会害怕的 会走的 外面温暖 嘛 找一个温暖的女人 好过找一个恶子 就是男人都很正常 有这样的心态 加上如果有些钱的话 更加 会倾向有这个 行为 是不是 那所有东西 所以一只手掌 就拍不響的 又不可以把所有的罪恶 和所有的东西 都推在夫妻公身上 当然自身 当然都要检查一下 这件事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检查和反思 那 他这个本型的人 就是比较容易 发生这个事件 天盘 你已经看到 另一半是会有外遇了 那是不是 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就是一个应期的问题 应期就是他会在哪一个运发生 你要告诉对方 天盘有这个现象 就好像你天盘 你就是一个会中六合彩的名字 那你都告诉我 我大概多少岁会中 不是一出生几岁就会中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大运的层次的一个问题 嗯 嗯 那同样地 我换个角度来说 就是可能 就算他的天盘 可能他的底本身不是太好 但是榴莲有时候都会走运的 对吧 所以有时候又不需要绝望的 嗯 也是的 把握榴莲 榴莲很重要的 一年其实是可以创造很多东西的 他开YouTube频道 其实都是在说某一年的决定来的嘛 不是十年的决定 一年的决定 一年的决定 但是一年的决定 其实他可以影响你往后的十年八年 甚至乎二十年 嗯 嗯 OK 完全正确了 那希望呢 就是这个的 呂强人的系列呢 可以带到一些很正面的思维 信息去给大家 那特别呢 就是 就是很有趣 我觉得这个 九运的时候 大家都很关注一下 就是喂 中女 甚至乎就是在说整体女性的一个地位啊 又或者他们那个整体的情况啊 那所以都希望大家是去透过命理中 那就可以学习到 看到多一些的一些新的事情 新的角度 新的眼界 好不好 那今集呢 就多谢力光老师 那下次我们看一下又再找其余一些话题 说一下先 好啊 OK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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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欣赏影片之前 请留言支持 知识有价 支持我们营运 令更多人受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筛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